HELLO 大家好 又是 Danny 教種花 今集說什麼呢? 很厲害 看到這棵東西嗎? 還有些毛在這裡 運過來 找些什麼 棉花包裝 很厲害 這棵東西是什麼呢? 巴士棒槌 巴士棒槌 棒不棒? 超棒的,不知道會遮到我 今天會講巴士棒槌 還有這個 中櫃 這些比較少人種 那先講巴士棒槌 棒槌有幾種 象牙宮 有巴士 有溫沙,這些最多人玩的 還有常綠 其實還有幾種 今天會講巴士 巴士呢 跟象牙宮一樣 又是這個 麥加斯加的東西 棒徐科 它跟象牙宮不同 象牙宮不是波形的 波形的 它也是小波形的 但是它是大波一些 就是它的身體 是這樣向上 象牙宮是打橫地長的 就是那個野山那些 這個很棒 再講多些 譬如它在環境 和其他各方面 和象牙宮有什麼不同呢? 象牙宮是在山頂的石地那裡長的 它呢 那些泥含的符直土 是多 象牙宮是石的 它是 大概是山中山腳的地方 所以它那些盆土裡面 那些人呢 即是本身的植料 即是野山那些 本身的泥 是含這個符直土 很多些 那變成了 其實它是要酸性的 你知道很多肉 很多肉 不是說要鹼性泥 它不是的 它要酸性 酸性是多少呢? 是五點幾六 所以就 種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不要太多 含石灰石那些 植料 因為很多人都是 那些多肉 火粒 石仔 大部分都是中性 或者鹼性的 但它是喜歡酸性的 是五到六的 所以又多些符直土 好些 那譬如淪水那些 就跟最後講過差不多 我都是要乾的 即是乾透了才淪 即是都是這些 我現在用什麼種呢? 椰康 以及混一些火粒 混一些珍珠石那些 但是椰康 濕得快 乾得快 所以其實對 這個巴士棒追 是好的 你淪一次水 它很濕 然後你吹乾它 即是淪水就是吹乾它 在東風位 一個星期之後才淪 其實很適合它生長 因為它本身 生長的地方都是這樣 那巴士就 大波 如果要種的話 就是要地方大 即是如果你說塞袋 找燈種那些 即是你知我一向很反對 就不是這麼適合 說真的 那 講講野生和人工 因為巴士就沒有象牙工 象牙工 象牙工就 人工只有苗 很少說人工大波的象牙工 因為人工的象牙工 他們很多都是 即是不會中到整個波 那樣的樣子 即是有方法的 那這裏就不講了 那因為人工的象牙工 就不同 野生的樣子 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就 不太受歡迎 那些大波的人工象牙工 但巴士的樣子差不多 但跟野生都有分別 野生的那些 那些一折折的紋 是比較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長得慢 它環境少水 變成 其實那些一折折的紋 就好像那些 樹的年輪 那樣的 就可以密很多 那你人工 它水多的話 就沒有那麼密的那些紋 疏很多 不是 生的快大些 那就變成 沒有人工那些 那麼野生的感覺 不過我就只要說 看你怎麼做 如果你乾種 都做到的 都做到的 做到的野生 那些有很多年 譬如你人工 你乾種 種這麼大波 起碼都 七八年 就算你泰國種 都要七八年 香港種 起碼十年以上 才有這麼大波 那 它這個欣賞價值 就不同 像牙工的 譬如你巴士棒追 去看那些刺 或者葉 大快些 那這波的野生 有些葉孔 為什麼 因為剛好回來 就乾乾水 就是這樣 那就不要緊的 種回去就很漂亮 那 還有巴士的花很漂亮 巴士的花很漂亮 巴士的花很紅色的 而且不用很大波開花 這些我發覺 不用這麼大的 一般你這麼大的波 那些 那些 中苗那樣 就已經開到花 那它 其實它便宜過著牙工 如果你說的 價錢 因為你著牙工 你真的 波型那些 全部都很貴 才過千 這些 如果小波一點 很便宜 又不是超級貴 那 那 很難比較 一至兩萬元 一人二人 都喜歡些什麼 其實 它的棒除科來說 這些外表性的 都可以的 那還有 講一講日常 怎麼照顧 除了淋水之外 最重要要曬 就是這些東西 我為什麼說 反對用燈 就是這個意思 這些東西 你不夠太陽曬的話 不漂亮 你本身它的葉 已經是這麼大塊 如果你想想 如果你不夠光 還塗牆的話 似什麼 是不是 很肉酸的 這些是完全全日照的植物 這些是完全全日照的植物 來的 那 講一講 網上 有些人說 野生的回去 又會曬傷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又說 不可以 什麼的 這麼曬的 會曬傷的 這些東西 你不要玩 這些東西 完全是 在山上 就是 曬了那麼多個小時 它那個 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 九個小時 是曬了那麼多個小時 這些人不會曬傷的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曬傷 因為很簡單 你還未復環 就是現在這樣 剛剛新種下去 它都還未開始動 還未開始生長 根也未開始生長 因為你拔出來 你野生好人工 我拔出來 那根也會傷了 可能未必即時吸到水 或者吸水 吸得那麼有效果 那便說 它吸不到水 失水 你用了去曬它 那便抽不到水 那便抽不到水 即是不可以在根裡抽水 抽不到水便會曬傷 其實曬乾 就是要曬乾 為什麼曬乾會曬乾 為什麼會曬乾 為什麼你種在地上的菜 不會變成曬乾 就是這個意思 它吸不到水 那根那裏 OK 巴士棒椎 欣賞一下 可以 看看能否拍一些圖給大家看 好 棒椎 今天就講巴士 下次或者講其他品種 溫沙 或者還有一隻 這個叫做Baroni 好像有一隻叫做 另一個品種 也是B字頭的名字 看看如果我有機會 如果收到回來的話 可以和大家講一下 現在開始 賣少多肉植物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不是說這棵肥肉 或者什麼品種 想找的話 可以找我 那便可以幫大家找 那便廣告賣完 那便講完這隻 那便講完這隻 這是什麼呢 中葵 叫中葵中葵中葵 這是日本的名字 那為什麼呢 又不知道 日本真的喜歡這樣改 那你不要管它 那講一講它 這是什麼呢 這是南非的 南非的 南非的那些 沙岩的那些 多肉植物 那些 那它 很過癮 就是 就是這樣一棵 那些 那些葉過癮 那些葉是 有肉質的 即是長腸地 那這隻 那這隻是東營種來的 它是景天科 其實 景天科 差不多 九成以上 是東營種的 何是東營種呢 東營種 就是說 冬天涼的時候 才會生長 夏天 它會什麼 會休眠 就是脫掉葉 不動 所以這隻 照顧上 就是 冬天涼的時候 現在又生長 現在又生長 現在涼涼地 就是淋水 絲肥淋水 因為是生長期 夏天就不用管 夏天如果掉葉的話 這隻葉可以近乎不用淋水 或者保持一些 直肚濕的 那樣 照顧方面 和這些差不多 都是乾淋水 用這些石仔的植料 肥肥也有很多肥 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又要曬 多核植物 其實沒有什麼 不用曬 這些就是生在山頂 這些是 剃頭那樣曬 如果你生長位置的時候 這個有幾大 這個其實不是很大品種 最多是兩三尺 如果多核的話 不斷生幾個核出來 就很漂亮 這些是做盤景一流 盤景植物來的 除了巴士會開花 它也會開花 不過去過花 就沒有其他這麼漂亮 小小粒 這個也值得玩 因為這個也不貴 其實挺奇怪 我覺得它造型挺奇怪 如果大家喜歡種東營種的東西 可以考慮這隻東西 又不貴又漂亮 頭又很大 那怎樣繁盛呢 通常一本都是種子 如果你是實生的話 如果不是就插枝 因為它有很多分枝 如果你種了大波的話 剪出來插就OK 好了 今集說到差不多了 片尾呢 我這個是習慣來的 通常片尾呢 放一些我花牆 或者我朋友花牆的片 會放下去給大家看 所以不要錯過了 好嗎 好 下一集見 拜拜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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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